记者林国贤云林报道,暑假将戒,公读旺季,云林县长李静勇提醒学子应证实切记三要期不一面上当受骗,县府劳工处即日期巡回县内二十所学校举办求职房骗要当心,就业隐私多留意,提醒青年学子不要受骗。 云林县警察局指出,今年1至4月已受理四件求职诈骗案,除求职者被骗缴交所谓保证金,购买商品外,还有一件求职者被要求提供银行账户及提款卡,结果沦为诈骗集团车手,误陷罚网,这类求职陷阱相当多,民众要特别留意李静勇提醒想要打工的学生或求职的毕业生, 应征前要请家人或亲友陪同面试,事先告知面试地点,要检视应征资讯属实,要做好搜集应征公司资料的三要准备,应征时切记不缴钱,不购买,不办卡,不签约,证件不离身,不饮用不明饮料,不非法工作的七不原则,另外,雇主面试若询问你计划何时结婚,打算什么时候怀孕? 是否为艾滋感染者?是否曾有犯罪记录?有无卡债?等等和工作专业无关之隐私问题时,可咀嚼提供非属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。 劳工处长张世忠表示,二十场次的校园戏剧宣导,三日起在土库国中开跑,若青年学子欲有不识争才广告,或雇主要求求职者提供与职缺内容无关的隐私资料,请搜集人,是,时,的等相关资讯向劳工处申诉,申诉专线05至552万2837。 网易工处URG